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朋友欢迎来到密度阵线 今天是9月3号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胜利日 在这一天啊我们中国军方通过其喉舌解放军报发表了最新的讲话 解放军报历史必须牢记秩序不能挑衅 我挑一些重点来讲 70多年前9月3日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 中国人民取得了抗认战争的伟大胜利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随之胜利结束 清华日军在中国犯下 庆祝难输的滔天罪行 庆祝难输的滔天罪行 日本却选择性的遗忘历史 近年来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开历史倒车的言行 不能不引起世人高度警惕 7月28日日本防卫省公布23年版防卫白皮书 在整体基调上于二年底出台的新安保三文件保持一致 强调拥有反击能力是威慑进攻的关键 明确提出将在23年至27年5年时间里 将防卫预算增值切得未有的43.5万亿日元 这份文件延续近年来日本转手为攻的防卫政策基调 是对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的重大突破 更为关键的是 白皮书社会华部分较往年有增无减 有望成中国为前所未有最大战略挑战 直接将中国定性为战略对手的同时 这份文件首次将台湾问题与日本安全挂钩 炒作台湾有势就是日本有势 更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 严重挑衅 无论是违背和平宪法宗旨抛弃专守防卫原则 还是持续渲染周边国家威胁大增增加防卫开支 本质上都是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加剧的表现 事实上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七十多年后 日本右翼势力始终没有建立其正确的历史认知 他们试图通过修改教科书等方式掩盖和篡改 清理历史 通过参摆靖国神社等形式为军国主义分子召唤翻案 通过宣传邻国威胁为解禁集体自卫权和架空和平宪法 寻找借口 种种情境表明 笼罩在日本上空的军国主义英云并未散去 国际社会必须对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兰 保持高度警惕 历史必须牢记 战后国际秩序不能挑战 在正式实行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为中心的新安法后 日本正在摆脱战后体制束缚 再次成为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 这种动向不仅让日本民众陷入恐慌与不安 更加剧了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对日本未来发展方向的警惕和担忧 其次 关于如何铭集历史 一些日本右翼政客 部分媒体却在不遗余力地美化否认侵略历史 这种对待军国主义历史的态度 不仅使能心寒 也使能嗅到了从岛历史负责的危险 不能正视历史 就不会拥有未来 9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光明战争黑暗 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 今天日 在这一天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共同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 和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 而对日本来说 我用认真反省侵略历史 时刻牢记历史教训 才能避免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才能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我把全文都给大家分享了 因为没有办法挑重点 因为全是重点 所以说我把全文给大家分享了 所以说这个话就说的很明确 就是现在对 就是中国军方对日本的一个评估 就是说他已经变成了一个 可以发动再次发动战争的一个国家 他们是在这个这里在很抓狂 但是大家要知道 我就像我说过 之前国内还有人恐惧日本军国主义死回复兰 我跟各位讲 日本很尴尬 有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确 就是日本的反华是全民的 日本的反华 是在他整个意识形态里面的 因为我说过 他是中国最大的庞氏系统 庞氏系统的最终国策目标就是吃掉主体 来吃掉主体 可萨犹太 你看到没有 他把真正的犹太人给吃掉了 你看到没有 真正的犹太人是巴勒斯坦人 就是我们讲的叫沙米特人 但是你看现在这些犹太人 跟这个沙米特人长得一样吗 你看他们的脸像不像突厥人 对不对 他们像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他们是信奉了犹太教的可萨 韩国的后裔这些可萨人 所以说正正的巴勒斯坦人是犹太人 他们用了这种概念 庞氏的这种概念 然后呢犹太这个教本身这些犹太人 这些摩西他本身又是偷埃及 偷梅索不达米亚 偷古印度的东西 来叠加在一起去复制 粘贴 粘贴 拷贝 那日本也一样 日本他也是 他的目的也是就像这些可萨人 要把真正的犹太人给杀光一样的 他要把中华之正宗 华夏族给灭掉 这是他的永恒的一个国策 任何时刻都在他们 这是他们的一个集体意识 他们自己可能你跟他讲 他也讲不出来 但就是他的这个气场 这个磁场 他就是这种磁场 会影响对中国人残暴 所以这两天不是有一个 在日本的一个留学生 还是在工作的人 不是在一个商场里面采访一个 日本的一个老鬼子吗 那老鬼子 你仔细看那个老鬼子那个眼神 那个眼神里面充满了那种歹毒 看他看到没有 他说你是哪个 他说 他说这个核汇水经过这个处理过 核污染水经过处理过 已经排海了 没正常的 你是哪个国家的 然后他说他中国的 赶紧从日本给我滚出去 从日本给我滚蛋 然后那个老头 你看他那个表情 似笑非笑的那种 而且那两个眼神里面 他那种眼神是 是极其邪恶的 是魔鬼的眼神 所以你看到没有 所以说反华不是一些日本的政客在对反华 说什么中日民间搞邦交 放一个驴儿屁 日本人他一定要吃掉中国 哪怕是日本那些所谓的 所谓的左派 可能是清华的 所谓这些人 清华是什么叫清华 不清华 这个叫做对中国鸽派 但鸽派呢 美国民主党也是鸽派 民主党的鸽派他玩什么 鸽派不是说他就像一个鸽子一样 愣你宰割啊 人家是来跟你搞渗透破坏的 你明白这一点吗 那右翼 他是公开对你宣布敌对 但鸽派他是什么 来渗透你啊 比如说你像光明日报的副编辑啊 替日本写文章 对吧 中国教科书里面有这个 日本穿和服的啊 这个富士山是第一章 地理课啊 封面是富士山 这就是他对你在搞渗透 麻痹你 所以不要再跟我讲什么中日 什么邦交中日友好 去你妈的蛋 我最烦这四个字 中日邦交这四个字 邦你妈那个逼绑 谁跟他绑 日本就是要他妈的 就是要干 啊 就是要要这种用武力去刺激他 啊 然后最终将其毁灭 啊 因为他的最终的归宿 就日本人这个民族的最终归宿 就是走向毁灭 你中国现在就是要整个国策 就这种国策 就要毁灭他的一个国策 朝鲜跟俄罗斯就是这种国策 你美国只要敢在这里 你搞 朝鲜就根本就不怕美国这里搞 你美国举国之力的大军 你一百一百多万美军 全部集中在这里 朝鲜他都不怕你 因为他就算打不打到你美国 没关系 他用核弹等价交换韩国跟日本 就OK了 任务就完成了 但是你美国失去了高级打工仔 你心疼吗 布勒金斯基大棋局里面都讲得很清楚 绝对不能够让中国跟日本爆发武装冲突 但我们现在就是要跟日本去爆发武装冲突 这样的话 为什么美国不能够让中国跟日本爆发武装冲突 因为美国帮不帮他都输 你帮了你还是死路一条 因为你打不过我们在这里 你不帮 那不好意思 日本就变成我们的奴隶和亏赖 就 你大家要明白 我很喜欢一个词叫奴役 就是你必须要去奴役一群 对你图谋不轨的人 你要去奴役他们 有的时候 人不是说你 就是让他很自由的 有些人 他就是要关进铁笼子里 拿鞭子天天抽的 让他当你的奴隶 因为他喜欢犯贱 对他喜欢犯贱的人 你就得奴役他 对 现在我们每个人 是不能够说 因为有法律 有我们这种良民法律 我们不能够去这么做 但是我们可以用言语 去摧残一些人的心智 去摧毁一些人的意志 这个是我们必备的技能 你如果说你多看我节目 你会学到老病这一套 讲话的这套逻辑 那你身边有恨国党 你身边有这种 今日分子 你就可以摧毁他 你让他自我怀疑 最终就像这个 阿基德 去日本一样 活活饿死 活活饿死 活该 和平全中国 每个人都死有余辜 都不是无辜的 遍地恶朴 恶不恶朴的一个未来 恶毒不恶毒 这些人的内心是极其脆弱的 白左也好 LGBTQ也好 包括这些逆向民族主义者 他们内心是极其脆弱的 你可以 你必须要去打击他们 因为他们做出这种行为 你就必须要让他们的 对他们内心持续电击 拿电颈棍 滋杀 你不可以拿电颈棍 去直接滋杀 因为现在法律也保护 也就是说 就是因为他是个人 但是你用你的话 去电颈棍去滋杀 让他疯掉 让他内心有疾病 让他得抑郁症 最终他就去跳楼去死 言语比肉体对人的摧残 还要恐怖 所以说 对待这些人 你就是要去打击他们的心灵 打击他们 所以说在这个世界 犯法律战争胜利的这一天 对吧 如果当年是中共带领我们 而不是蒋介石带领我们 哪有什么东北 什么关东军 随随便便就绝对进来了 那不是开玩笑的事 大家说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自己的民族 我们也要明白 像蒋介石国民党这种费拉 这种唯利试图者 小人 必须不能够当我们的领导人 绝对要给他们推翻掉 我们这个民族是要以真正的强悍者 像习近平这样的强者 才能够来领导我们这个民族的前进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日本 他他干了这些逼事情 他对他的这些所作所为 他将走向再次一个覆灭 他扶美国人 因为美国人拿原子弹找他了 那我们他也要让他们扶我们 我们也要拿原子弹轰他们 所以说他所谓的国防的什么 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的事 你就你日本 我说过日本很尴尬 日本是个白左社会 我说过骗子都被玩烂了 钉钩子 是不是 全都被捣烂了 还在那里日本军国主义 扯什么蛋 那是他们的意淫 所以有些网友不要担心什么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 他日本不搞军国主义 我他妈倒觉得没意思 我现在就希望日本搞个军国主义 你去解禁你的极其自卫权 跟中国打一个大战 我们要在战场的正面 海上正面 把甲午战争什么这些丑 全他妈给他爆了 我们就是电视机能够看到 日本这些什么初云号 什么这个这个什么 什么大王号 那个号 G8号 全他妈给他造成了 把他导弹消灭掉他 在美国的宙斯顿系统之下 让他们全部失灵 这就是一个好事情 他不搞这个事 我倒觉得没劲 就要让他来这么老逼 就是要干他 所以我说过 在中国你给我装逼喝什么日本 威士给他妈喝什么塔记 那个酒他妈的 真的这么难喝 你那装逼 中国人很多人的精神状态 都他妈是有问题的 天天妈那个逼 看看那个小红书 大家知道我去看那个小红书 你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 我就看他妈有多乌烟瘴气 太乌烟瘴气了 比如说有些人在上面 天天吹奔驰宝马 说看不去奥迪 说奥迪不是他妈的豪华品牌 你妈那个逼你买得起吗 大家说是不是 对吧 很多这种傻逼人军保时捷 新屌丝三件套 对不对 不带劳力士 你不能出门 去你妈 都是些什么人 动不动还什么 大家都知道香港那种牌照 他不是下面可以挂一块 那个什么月吗 那个黑牌照 然后挂了牌照 那个车停在那边 跟一个内地的车子刮蹭了 动不动就是 哎呀 你看一下子刮蹭了兵力了 要赔几套房 卖房子吧 卖房子吧 你妈那个逼现在谁 他妈买车 不他妈买个两三百万保险 刮蹭一下 赔多少多少钱 卖房子吧 这个车高档是因为 他的车牌 是香港牌照 他挂了一块 黑牌的越Z 这个车子就高贵了 有多么败金 多么恶心 多么他妈的个BG贼 多么他妈不要脸 下贱 下贱的狗奴 把车子的高档 高低与否 是他妈车牌来决定的吗 所以中国这种 明明是个世界第二大国 也是个超级大国 在某些程度上 早就已经超越美国了 还在这个地方 像一个尾奴一样的 这种狗奴他妈的个BG 内心多么他妈自卑 内心是有多自卑 才能讲出这种话 这些这些狗奴 所以我说过 包括你看那个女的 和和被饿死 那个女的 贵州贵阳的 越是他妈比穷地方 越是他妈比小地方 越是他妈那个BG 看天天看日本那些东西 看这些拜计的东西 像小四 郭敬明给你写的 他妈小时代 就好像很多人 把上海 就想象成小四里面 小时代那种状态 那个是 小地方的人 对大城市的一种幻想 就认为 我就是应该这样子 走路嘛 他妈比 少要这样子 撑着那妈个B的 然后弄什么好丑 腿腿妈比装B 都这些东西 什么精神状态 就这样的精神状态 人家日本人 看得起你 你中国人吗 都跟一个一个 奴要动不动 自行车要骑东京牌的 日本他妈一个 98元一个什么 吐司面包 在上海排队的那队买 骂了个B的 都是些狗奴 你这样帮你上海 有几个人在那边 去买这种狗B东西 智商税 东京排自行车 确定骂了B 上海的 他妈的 永久排自行车 不好吗 东京排自行车 确定骂了个B的 所以我说过 我们这个民族 还要发展起来 还要早来 精神状态 极其他妈的有问题 很多人到现在 都搞不清楚 一年比一年差 还在这个地方装B 网上他妈敲键盘 够热的 谢谢各位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谢谢观看